咱们继续讲 无视梅花谱 这局红方采用骑马局 咱们一般是进七族 无视梅花谱是进三族 进了三族 红方就不意再争马 下面红方平炮 准备出局 黑方使见缝插人 打骂 红方进士 准备类线出局 这个时候 红方如果出局 这是第一种选择 黑方就进马 踹着个局 局不能进 因为这个炮过来 打向 就没法处理了 不敢扬视 他踹着局 是吧 所以这里只能平 所以这里只能平 黑方一样是平炮 瞄准着个像 红方进居 可能想杀族带想 把居甩过来 我们就上马 平 压马 也是必然走法 也是必然走法 当然这个地方 红方绝对不能交换 是吧 因为镜像一打 局肯定要走 交换以后 炮打着向 红方只能退马 然后直接就塞炮了 这个不敢打局 因为没了 红方如果硬看 是白送 因为带着杀 怕什么 所以 这个地方 红方必然是要平炮 进居 还是要炮 打着个像 红方肯定要退马 反打黑方的局 进居给吊住 还是要打像 拿红方一看 抓紧走向 这个时候如果在塞炮 人家可以电 反正你打炮 人家就杀马 所以 原谱在这个地方 只打这个炮 这样红方可能更高兴 毕竟 削弱攻势 但是 下面黑方 退马来踹局 局不能进 这个杀齐了 只能平 然后 好 好像也还行 就是一举二嘛 对不对 亏一个像 但是 黑方 盖掉炮 带着响 这肯定要杀 在进居 有捉死着干嘛 这样黑方 锁定胜局 好 咱们回到 踹局的节点 红方一合计 我可以平炮啊 那你杀我的鱼 我打你的炮 这边还杀着嘛 也不怕 但是 黑方 是先打炮 还是踹局 下面 不管这个嘛 退局 要干什么呢 打向下敌 攻势 如滔滔江水 然后 打掉这个嘛 这边下敌 也厉害 红方肯定要杀掉 在退马 要杀 这边砍着鱼 红方仅此一招 黑方得理不饶人 准备硬上 转这个鱼 那红方再丢个鱼 没法完了 这个怎么办呢 红方是高手 进马 解了 下面 黑方平居 红方一看 摇灰狮子 下面在退居 捉这个无根马 这个马没法保 而且不能进 为什么呢 如果进 平居一将 只能进士 大刀弯心 只能平率 杀齐了 所以捉马的地方 红方只能退马 然后 下面 红方一看 可能都笑了 这样 捉回来了 双鞠对双鞠 谁怕谁呢 对不对 但是 但是黑方 照头一棒子 下面 怎么办 哎 还是一天能遇八次的 大刀弯心 红方 仅此一招 再退居一将 然后 又 锁定胜局 好 咱们回到这个节点 刚才讲的是平居 黑方马上去 要命了 所以 红方要平炮 挡住这个马 然后 再出居 红方进居捉马 黑方就捉炮 这个时候 红方可能 又笑了 你怎么能来 捉炮呢 对不对 我这一退马 炮打着居 你肯定要走居啊 这样白转一个马 对吧 但是 下面 黑方直接 上马 这个不敢杀 因为打了像 待着想 是不管到哪边去 重炮杀起 不管也不行 是吧 这个马 两边随便握 都是杀 那这个军面 怎么办呢 红方 是高手 浸炮 带响 黑方要硬僵啊 然后 干掉马 打了炮 还打着马 浸炮 要来抽居 这个居民法跑 跑不了 所以只能送过像 下面黑方还要平居 一旦平出来 必然抽居 所以这个时候 红方要抓紧 走这个居 退居待启 在禁居待启 然后 绝杀无解 因为如果进市 一招杀起 这个居随便退 杀起了 如果车炮架 那就不能 随便走 一招 就是一招 杀起 好 咱们回到对桌的节点 红方一看 我退马 占小便宜吃大亏 那干脆 先捞实惠 不就是交换 而已吗 交换以后 黑方有什么手段呢 就要进马断根 踹居 因为一旦进马 像飞 就打像抽居 是吧 炮打 就丢马 所以红方抓紧楼马 进去给吊住 要炮像 红方当然不当炮架 那这个居肯定想到量除 我没平炮 干什么呢 准备硬砍 所以闪开 下面捕一手试 因为进了试这个炮 才能用 万一后面 有砍炮 没有响 是吧 下面红方是金冰火马 黑方 打像带响 只能平局 砍了像 有捉马 然后退马 再然后呢 远朴还剩最后一步 怎么走呢 风平浪静的 对不对 爱 绝杀无解 因为红方杀鞠 也没拴杀棋 杀炮也来不及 一样平局杀棋 那狐狸呢 进局 杀棋 5 5 0 9